沈月 你把奶奶的鱼缸打碎了 你为了偷饼干吃 竟然打碎了奶奶的鱼缸 我没有 不是我 我要告诉奶奶去 奶奶 沈月把您的宝贝鱼缸给摔碎了 鱼缸碎了 鱼也死了 你说什么 奶奶 是沈月 她为了偷饼干吃把鱼缸给打碎了 你咬了一年的大金鱼啊 该死的小嫂把星 你给我等着 这是又被坑了呀 沈月才五岁多 吃不饱穿不暖的 每天还被这个堂姐欺负 只因为她沈月没有妈 非常疼爱她的亲爹两年前也应有牺牲了 反正这一顿打骂是逃不掉了 死也做个饱死鬼吧 小嫂把星 你给我滚出来 哎呦 我的老天爷啊 我娘留下来的鱼缸啊 就这么被小嫂把星给摔碎了 还有我的大鸡鱼啊 奶奶 这鱼活不成了吧 咬不对了吧 呀 奶奶 你干嘛打我 大姐 你是为了吃这个鱼 才故意打碎了奶奶的鱼缸吧 你 你胡说 我才没有 明明是你偷吃饼干打碎了鱼缸的 还想诬赖我 看我不告诉我妈 撕烂了你的嘴巴 你个耸包 有胆做 没胆承认 真丢脸 你 沈月你竟然敢骂我 我就骂你 耸包 大耸包 你不要脸 不要去告诉我妈妈 妈 沈月儿骂我 沈月 你个小嫂把星 你给我站住 胡同头的路边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一辆黑色的汽车 不远处的村长脸上挂着过大年分猪肉时候的喜悦笑容跑过来 老板呀 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大家都叫我老赵头 老板您咋称呼啊 就在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 扑扑扑的窜 放开我 放开我 乱跑还不看路 你不要命了 我要是不跑 就真的没命了 哇 小哥哥 你可真好看 小月娃子呀 你跟后面有个大狗追似的乱跑傻子脸 赵村长您认错人了 我是封先生的司机 这位才是封先生 跟风小少爷 哎呀 我的屁股 这是咋了 沈老太太 好事 大好事啊 咱们村里来了 大贵人了 要来给咱们村重建小学校了 盖就盖呗 你把人都招呼我家来干啥 看这院子里的鸡都被你们下惊了 不下荡了你们谁给陪啊 小月跟在刚才的小哥哥后面 听到前面奶奶的叫闹声 被吓得小身子一场 小家伙 你想干什么 小哥哥 你让我暴露了 你个小扫把星原来躲在这里啊 给我滚过来 看我不打死你 老太太 您这是要干什么 怎么还要打人呢 我爱打就打 我打我自家的小崽子谁管得着 我看谁敢拦着 我这棍子就抽谁 奶奶 不是我 是大姐姐打碎的鱼缸 她想吃鱼了 是她故意打碎的鱼缸 沈大娘 你这是干啥 咋能打孩子 有啥事不能好说吗 村长 你是不知道 这丫头有多坏啊 偷吃饼干打碎了鱼缸 还赖在我家家家的头上 这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 就是欠教训 妈 打她 不好好打一顿不长记性 杀人了杀人了 哪里来的小王八蛋 赶踹我老太婆 看我今天不弄死你 老太太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小少爷可不是随便什么人 就可以骂的 再敢出言不逊 就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话来 搞什么搞什么 大刚 你管管你老娘 这贵人是来给咱们村投资 盖学校的 这个事要是被你老娘搞黄了 全村人都不会放过你们家的 听到没 就是就是 我们娃子要上学 这好不容易来个大贵人 给咱们村里花钱盖学校 你们要是把人给得罪了 我李大牛第一个不答应 好的 村长 我这就把我妈弄屋里去 死娘们 妈闹腾你不知道拦着点啊 你和我干啥 还不是那个小嫂把心闹出来的事 这小姑娘就是审猎室的女儿吗 是的 老板 月娃子就是二娘子的那个丫头 没有妈的孩子 就是以啊 放屁 老 老板 这 魏国殉职的烈士留下的血脉 就叫你们这样虐待吗 我说你这外来的人咋说话呢 我们老沈家教训不听话的孩子 咋就叫虐待了 少败坏我们老沈家的名声啊 坏了我们沈家的名声 你赔得起吗 沈老太太不但不消停 还跟财神爷大贵人叫上板 村长急得脖子都要歪了 急忙给沈家人使眼色 可是根本没人搭理他 沈月你个小贱体子 你打碎了鱼膏 我今天就得让你尝尝教训 一点规矩都没有的小野种 打死你我都不解气 老太太 你这么骂自己的孙女 不觉得过分吗 过分啥 也不知道他妈是谁 说不定就是我那死鬼蠢儿子 带回来的个野种 我们老沈家养了他这么多年 养出个只会霍霍家里的白眼狼来 方景年不想再跟着老太太多说 你叫沈月是吗 是的伯伯 这是爸爸给我取的名字 爸爸说我是神仙 赐给他最珍贵的宝贝 乖孩子 你爸爸说的对 走开 都走开 少在我们家这里浪好心 装好人 都给我滚 伯伯 小哥哥 小月儿看着对自己笑得慈爱的伯伯 还有帮他挡住了奶奶棍子的小哥哥 真害怕他们怕了奶奶就这么走 是你打碎了鱼缸 还偷吃饼干吗 不是的伯伯 月儿肚子饿 大姐姐说有饼干吃 我就跟他去了奶奶屋子 是大姐姐想吃鱼了 只要鱼摔死了奶奶 就会把鱼炖了 原来是大丫头想吃鱼啊 大丫头心眼可真多 这月丫头也是可怜 没有妈 亲爸也死了 这寄人篱下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人家二娘子 把工资都寄回家里来 让你们照顾孩子 钱拿的了 可是给小月买过啥 饱饭都不给吃一顿 水手不是啊 昨天我还看见这丫头 在地里拔菜跟吃呢 爸爸 月儿想爸爸 小小哥哥 不许再哭在我的衣服上了 你的鼻涕恶心死了 听话 我就带你回家 小哥哥 你要带我回谁家呀 回我家 给你饭让你吃饱 给你漂亮干净的衣服 让你穿的暖 还要把你呼起来 不让任何人欺负你一根头发 怎么样 小哥哥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要带我回你家吗 嗯 我家去了妹妹 你愿意给我当妹妹吗 我愿 爸 给你吧 看到自己洁痞严重的儿子这副囧态 风景年抱着小月儿笑 伯伯 月儿乖 月儿是不是饿了 嗯 月儿肚子饿了 伯伯 月儿很乖的 月儿吃的很少 还会做好多事呢 我会喂鸡喂猪 还会洗衣服 拔萝卜 捉虫子 好 月儿先跟着哥哥 伯伯让人给你做饭去 谢谢伯伯 嗯 把我当空气吗 你们都给我等着 傻笑什么 开心呀 伯伯对我真好 小丫头 说要带你回家宝贝你的 是我好不好 我喜欢伯伯 也喜欢小哥哥 小哥哥是要做我的哥哥了吗 是啊 耶 我也有哥哥了 月儿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好开心呀 傻样 怎么了 小哥哥 我疼 肚 肚子疼 你 你坚持一下 我带你去医院 阿赞 月儿怎么了 爸 她说肚子疼 可是这里哪有医院啊 月娃子这是饿的呀 小少爷 先把月娃子带去我家 我家里有大米粥 热乎乎的喝上一碗 保证这丫头活蹦乱跳的 别怕 别怕 别说废话了 赶紧带路 小月儿真如村长说的那样 喝了一碗热热的大米粥 顿时小月子就没用 村长 听说月丫头饿坏了 我这里有肉包子 先让娃子吃着 大壮媳妇你来得真及时呀 月娃子刚才差点又饿死了 多亏了我家这一碗热乎乎的大米粥啊 你去拿给月娃子吧 好的村长 月儿经常这样挨饿吗 大老板您是不知道啊 这月丫头可怜着呢 刚被她爹带回来的时候 白白胖胖的 穿得也干净漂亮 可是这才短短三个月 二娘子一走 这一家人止步着分二娘子 拿命换回来的那点钱 没一个管这孩子死活的 要不是村里人你家一个魔 他家一碗饭的接济 这孩子早就饿死了 你作为一村执掌 就不管管 哎呀大老板呀 这要是别人家还好管 可那沈老太太泼着呢 要是让他怨恨上你 他能成天成素的 坐在你家门口骂街 都不带重样的 就是给月丫头 接鸡一碗饭都得偷着来 要是让他知道了 他也不干 嫌你多管闲事 吃饱了撑的 好吃吗 可香了 小哥哥你也吃一个 小哥哥咬一口 一大口哦 包子里面的肉肉很多 可香可香了 小月儿吃了两个包子 又喝了一碗白米粥 月儿还想吃 可是想到刚刚自己 跟伯伯说自己吃的很少 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 小哥哥 你怎么吃的那么慢 我不饿 你不饿呀 那你不会把包子扔掉吧 不能扔的 你说的对 小哥哥你不是不饿吗 吃多了肚子会不舒服的 那我就留着饿了再吃 小哥哥 那个 我 我帮你吃掉吧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伯伯的 你要是肚子饿 为什么不再接着吃呢 这里不是还有这么多包子的吗 为什么要吃我吃的呢 我 我就是怕你把包子扔掉 可我都说了不会扔 可以留着饿了再吃的 乖孩子是不可以撒谎的 跟哥哥说说 吃多了 养不起了 伯伯会把我丢掉的 小傻子 我们家可不怕吃 更不会养不起你 到了风家 尝开你的小肚皮 放心大胆地吃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们风总打算在咱们村建议 所以沈烈时命名的小学 设计师跟施工团队 将会在明天中午抵达 只要设计方案出来 不出一个月 学校就能交付使用 是 这么快 大婶 我们这是按最慢的进度计划的 影响进度也就是因为这里位置偏僻 很多设备进来有一定的困难 这么说来 孩子们很快就能上学了吗 对 不但孩子们能上学 我们风总还打算在咱们这里建一间工厂 这样一来 村民们不但能就近工作照顾家里 还能拿到工资 交付学校的学费 老师们拿着工资 就不怕教学 辛苦办路料挑子不干了 大老板 还要办工厂吗 想要保证学校里的教师资源 你咱们村子里现在这个经济情况是不行的 如果学校盖起来 老师保不住 孩子们只能上个一两年的学 我这学校盖的也没意义 真不愧是见过大师面的大老板 还是您永远见 是啊 他爸 你赶紧也去村长家听听去 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招工了 你要是能在工厂里上了班 咱家大宝将来取媳妇的钱就不愁了 真的要建工厂啊 爸爸我听到的就是成立来的那个帅气叔叔跟村长说的 沈刚一听站起来就往村长家奔去 这可太好了呀 你爸有了工作就能赚钱了 妈 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哥哥真的要带沈月回家吗 那他不就是要去大城市吃香的喝辣的去了 谁说的 刚才那个老板是把沈月那死丫头抱走了 可没说要领养他吧 如果真要领养的话 领养佳佳多好啊 要是能给那个漂亮的小少年当个童养席那就更好了 走 家家 妈带你去把沈月给换回来去 啥 妈你这是啥意思啊 傻玩意儿 你想不想去大城市吃香的喝辣的去 肯定想啊 咱们去村长家 把你跟沈月换过来 到了你就把沈月这些年来做的坏事都跟有钱的叔叔说一遍 谁家也不会招个扫把心 回家去添堵的 是不是我多说沈月的坏话 他就去不成小哥哥家了 对 一定去不成 母女俩商量完换掉小月的对策 便往村长家走去 月儿肚子还疼不疼啊 不疼了 吃饱了就不疼了 爸 给王秘书打电话 让她准备一些小月宝要穿的衣服鞋子什么的吧 你看她这穿的是什么呀 跟两块麻袋片子似的 我这就给你妈妈打电话 让她去买 再让王秘书带过来 你妈妈要是知道 咱们会带回去个妹妹 会高兴坏了的吧 月丫头在哪里了 月丫头 你躲哪里去了 出来 快出来 哥哥 是大伯母 我怕 妈 沈月那个小嫂把心在那呢 小哥哥 沈月身上都是猪屎 她昨晚睡在猪圈里睡的 快放她下来 你身上会被她熏臭的 他们竟然让你住在猪圈 爸爸的房子被奶奶锁起来了 我进不去 大花跟大白的身上暖和 跟他们睡在一起 夜里不会冷 哥哥放我下来吧 我身上臭 没事 我不省气 哥哥 沈月不但臭还是个小偷呢 他总偷奶奶的吃的 还偷我家的钱 我没有 你说谎 月丫头 你嚷嚷什么呀 你这样大吵大闹的 会吓到人家小少爷的 大老板啊 听说您要带着丫头回家 可不行的 她就是个扫把星 带回去不是给自己招灾添堵吗 您要实在想领养的闺女 看我们家家怎么样了 从小就听话老实 从来不说谎话 也不偷东西 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啥都会干 丑丫头 我不是你哥哥 别乱叫 我们小月宝 单纯善良 绝对不会做偷鸡摸狗的事情 你家里丢了什么东西 还是回家去好好问问自家孩子吧 大神 我们少爷是要带月儿小姐回家 当风家小小姐的 不是找保姆 风家找保姆 也要找国际管家公司 受过专业训练的专业保姆 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给风家的小宝贝当保姆的 司机话音一落 刘菜花顿时无言以对 都快被气死 我不是小偷 哥哥 我不是 当然了 哥哥相信你 大江子媳妇 你是吃多了撑的是吧 没看到月娃子 现在是小少爷的妹妹了吗 再胡说八道 当心大老板家的学校 不给你家娃子上 村长伯伯 我妈妈说的没错 沈月就是小偷 还是个骗子 骗了大宝的糖吃 还偷我家钱 不是 不是 大伯母和大姐姐说谎 爸爸说说谎的孩子烂鼻子 我不要说谎 也不要偷东西 是大姐姐偷的 她踩着椅子 就能拿到柜子上的钱盒子 小月儿的话 让刘菜花一句放屁 刚要骂出来 就愣住了 可不就是吗 自家的柜子 沈家搬了凳子踩上去够得到 小月儿却是够不到的 妈 不 不是 我没有 都是她偷的 臭丫头 想要冤枉人 你也找个好点的理由 什么屎盆子 都往我们小小姐身上扣 要不叫警察来看看 到底是谁偷了钱 衣柜子上有指纹 钱盒子上也有指纹 或者直接往测谎仪上面一测 就知道是谁说谎了 哥哥 测谎仪是谁 他这么厉害吗 我要测 我要测 我不要被人叫小偷 沈家一听要叫警察 还要用测谎仪 吓得一个没人就是出息 没出息的东西 老娘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大当媳妇 你打孩子干啥 孩子做错了 但是你教的不够好 回去好好说道说道 就是了 就是啊 自己不会教孩子 还拿孩子撒气 什么人呐 配当妈妈 可是人家当沈大宝的妈当的好着呢 买冰棍买两根 给他家大宝吃 让丫头干看着 偏心偏到嘎之窝去 孙二凤 闭上你的臭嘴吧 我有钱 我乐意给我儿子买两根冰棍吃 你管得着吗 你个托货 偏心偏出小偷闺女 来你还有理了 大家伙可是要看好了 自家的钱贵子 沈大刚家的闺女可会偷了 吵死了 张叔 把这个胡说八道的丑丫头扔出去 辣眼睛 好了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都散了吧 那村长 上班的事 滚肚子 明天再说 儿子 你很喜欢月儿妹妹 哪有 还没有 我都看到了 刚才你跟护小鸡仔似的护着月儿 还不嫌她身上的衣服脏 别说了 我护着她 还不是因为 你多时非要扔个女儿回去 我护的不是她 而是封家人 爸 给妈打电话了吗 打了打了 她现在就跟你奶奶去商场 逛小姑娘的衣服去了 他们怎么说 我没告诉他们 想过两天 回去给他们一个惊喜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哥哥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啊 去哪里 跟我走就行了 下午沈家怂恿弟弟沈大宝 去找月儿要肉包子 没成想肉包子没要倒 大炮却突然窜了出来 沈大宝逃跑的时候 倒好摔在公室上 乡下的村里 都一户西一家 垃圾干水随处乱堆乱倒 少年看哪里都觉得窒息 臭大炮 你这个坏蛋 这是我的哥哥 你不许凶 哥哥别怕 有我保护你 村里的狗子们都不敢凶你的 这么厉害 我很厉害的 在奶奶家 我是挨揍的 但是在狗子堆里 他们可喜欢我了 是吗 为什么那些狗都喜欢你啊 因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呀 一起长大 对呀 大炮还小的时候 跟我一样 在家里吃不饱 就总跑出来 夜里我们抱着一起睡觉 抱着他就不冷了 你还跟狗一起睡过 嗯 还有好多狗子呢 方老板 您收养小月儿 沈家会很高兴的放手的 但是月儿爸爸的那套房 应该是不大好药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解决的 风伯伯 村长伯伯 婶子 我们回来了 伯伯这是给你的小花 真漂亮 月儿真乖 为什么要给伯伯小花呀 因为月儿喜欢伯伯 月丫头 你怎么能叫风老板伯伯呢 风老板这么年轻 你该叫叔叔的 叔叔 乖 叫什么都行 月儿 明天叔叔的律师就过来了 把你的户口跟叔叔还有哥哥 还有家里的阿姨都放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愿意吗 真的吗 这样我就是叔叔家的孩子 是哥哥的妹妹了吗 对 月儿真聪明 我愿意 我愿意 风老板 这律师来了 是来跟沈老太太打官司要防的吗 打不打官司的不要紧 律师过来 主要是来办理月儿的领养手续 让孩子名正言顺的成为我家的孩子 这孩子的日子过得太苦了 惭愧惭愧呀 是我这个村长无能 也没本事 没能护好了二娘子这个娃 别这么说 你也是有你的难处的 小月宝 你身上脏死了 快去洗澡 哥哥 我吃饭之前都洗过了呀 可你刚才玩过了泥巴 脏死了 快去给我洗干净 听到没有 那好吧 哥哥你也要去洗澡吗 你今天还没有洗澡呢 当然了 婶子婶子 月丫头咋了 婶子 我要再洗洗 哥哥说我臭臭 其实我还挺香的吧 月丫头香着呢 身上都是肥皂味的 不过小少爷说你要洗 那你就洗洗吧 婶子给你烧水去 不用 不用我会烧水 我自己烧就行了 月宝站住 哥哥怎么了 月宝 你现在是封家小姐 是我封在的妹妹 烧水这样的事情不敢你做 知道吗 可只有烧了热水 才能洗澡呀 哥哥不想让你动手 你还小 这些事情都不该是你干的 是是是 月丫头你还小 一会儿婶子帮你烧水 再帮你洗澡 辛苦阿姨了 小少爷您别跟我客气 这点小事客气啥呀 月儿洗好了澡 被婶子倒进了屋里 辛苦阿姨了 没事不辛苦 这月丫头讨喜着呢 阿姨 我们家月宝的名字叫沈月儿 不是什么丫头 这叫了好几年的月丫头 突然麻雀变凤凰 飞上了枝头 这一下子就变得金贵起来了 名字还都不能随意叫了 是 小少爷说的是 月 月儿小姐 小少爷 您先休息 我先出去了 有事叫我 外面又在吵什么 还不是那个沈家的老太太 因为那孩子吃狗屎的事来闹了 非要赖上咱们月儿小姐 村长两口子 正在跟他理论呢 原来是下午沈家怂恿弟弟沈大宝 去找月儿要肉包子 没成想肉包子没要倒 大炮却突然窜了出来 沈大宝逃跑的时候 刚好摔在公室上 张叔你去处理一下吧 太吵了 月儿会被吵醒的 好的小少爷 沈大宝摔倒在狗便便上 沈老太太找上门 让小月儿给沈大宝洗衣服 不料却被拖洗脚水 风先生 月儿小姐睡着了 您先进去看着月儿小姐吧 这里我来处理 辛苦你了 注意安全啊 您放心吧 老太婆 凭什么让我们月儿小姐 去给你孙子洗衣服 还小姐 嘿 一个赔钱货小剑人桑门星 还小姐 哪门子的小姐 就是他磕得我们大宝才吃了狗屎 该死的小畜生 你竟敢泼我 这是什么水 这是我们月儿小姐的洗脚水 用来给你这个 满嘴喷粪的老太婆束束口 不然人话都不知道 该怎么说了 天杀的畜生 你竟敢这么对我老婆子 看我不跟你拼了 哎呦我的妈呀 流血了 要死了要死了 这可怎么办 沈大娘 沈大娘啊 晕过去了 虽然是老太太自己摔倒的 但是人命关天 还是先送去看看吧 村里有大夫吗 旁边牛庄子村有大夫 快把人放过拖拉机上 谁去沈家 告诉大刚子一声啊 村长你快去辣家老太太 找大夫吧 我去告诉大刚子 村长您拿着这个 赶紧去给人看病 好的 我们先走 救人要紧 大兄弟 你别怕 我们都看着呢 是沈家老太太自己摔的 没你啥事 老太太要不要紧啊 没事的先生 我打算先过去看看 然后再把她带去县里医院 做个全身检查 这样他们一时半会儿就回不来了 明天律师一道 咱们就马上办理 领养月儿小姐的手续 原来你是这么打算的啊 这老太太要是撒起波来 真闹得要死要活的 我担心领养月儿小姐的事情 会不顺利 你这么安排是对的 月儿是绝对不能再落在沈家人手里了 你快去吧 小张刚走 行为的电话就打不过了 老公 你刚才给我发的小孩是谁啊 哦 这个 你在犹豫什么 难不成是你的私生子 怎么可能啊 算了 还是告诉你吧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月宝就是沈列氏的女儿 儿子很喜欢月宝的 她不但抱了人家 还吃人家给她的包子呢 真的吗 你确定你说的是咱家的儿子吗 嗯 还帮人家改了称呼 一直月宝月宝的叫着呢 可宝贝了 老公 这样很好 真的很好啊 不行 我明天也要过去 去看看这个让儿子这么喜欢的小可爱 不等风景言说完话 唐威就挂断了电话 哎呦 我的老娘哎 横死了 挨牵刀的小畜生 这 这是哪 妈您可算是没事了 吓死儿子了 外来的 我婆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你欺负她一个老人 你干的这是人事吗 大刚子媳妇 你婆婆是自己摔倒的 跟人家这大兄弟可没关系 是啊 大刚子媳妇 你们骂人家干啥 咋没关系了 你个多嘴的驴玩意儿 你知道啥就没关系了 他是你儿子啊 你向着他说话 你个老混蛋 你怎么说话的呢 你才是个牲口呢 逮着谁都想咬一口 我就看见了 是你自己往前扑自己摔倒的 赖得上人家吗 你都混不讲理的玩意儿 大娘们 都别吵了 听我说一句啊 谢谢这位婶子 给我作证说句公道话 真是谢谢您了 你个小崽子 是想不认账吗 你这老太婆 说话请客气点 再这样满嘴喷愤 我就不送你去县里的医院 住单间管吃喝拉撒 一日三餐地照顾你了 大兄弟 你说啥 大婶 谢谢您的关心 但是现在沈家大娘 是磕到了脑袋 这破了头可是大事 沈家大哥大嫂 你们赶紧去收拾一下 大娘的衣服跟日用品 咱们带着大娘 去县里的医院瞧病去 沈大嫂吃的喝的不用带 医院里有食堂 一天三顿饭都管着 那我跟你大哥的饭也管着吗 管着管着 必须得管着的 不用你们花一分钱 哎呀 大兄弟你真是太客气了 我这就回家去收拾东西去 漂亮阿姨带着新鞋子 闪亮登场 导致村妇推销鞋子失败 不料村妇竟侮辱月儿妈妈 哥哥霸气护月宝 阿姨 月宝的鞋子太脏了 这村里有没有卖鞋子的地方 或者谁家有新的鞋子 我们可以买一双 小少爷您爱干净 乡下的孩子就没那么多讲究了 您先在家等着 我出去问问去 好的阿姨 这钱都在张叔叔那里 等他回来再给您钱 不碍事 村里人都起得早 不少乡亲已经从地里干了农活回来 见到赵大姐就都围上来 沈家老太太 昨晚被送去县里医院了 都是人家大老板的司机给安排的 但人间有护工 管吃喝 这一大早上 你们知道沈老太太一个人 吃了多少个包子吗 多少个 八个茶鸡蛋 十五个包子 我们回来的时候还在吃呢 哎呦我的天 再撑着 不花她的钱 可不就敞开了肚皮玩命的塞啊 更别提大刚子一家了 吃的人家医生护士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可真给咱们村丢人 一大家子大的小的都去了啊 是呢 就那个沈大宝 比他奶奶还能吃 不跟你们说这个了 老板家的小少爷 要给月儿小姐买双鞋 谁家有孩子穿的新鞋 我家有 我家妞儿跟月丫头差不多的 我家的合适 你家妞儿都八岁了 合适啥呀 我家脆脆的才合适 行了 都别吵了 都拿着鞋去我家 让人家挑 挑上谁的是谁的 哥哥 伯伯家来了好多人呀 大姐 这怎么来的这么多人啊 大老板 我们是来给月 月儿小姐送鞋子的 您看看 我家这鞋子是我自己做的 可软和了 你那样子也太丑了 还是我这个好看 是小红绒布的 可漂亮了 月儿来试试沈子家这双鞋 沈子要给我鞋子吗 为什么呀 为啥 总不能直接说为了钱吧 这不是你脚上的鞋子太脏了吗 再说也破了 沈子这有双新鞋 没舍得给你翠翠姐姐穿 就拿来给你了 翠翠妈 不是我说你 你平时见了月儿不是 骂就是拿扫帚赶 你说的这话你自己信吗 月儿 还是看看你离沈子家的鞋子吧 这鞋子虽然是给胖虎做的小紫鞋 可是舒服软和 我家宝贝的脚丫金贵 要穿就得穿高级定制的 就算将就也得要大品牌的鞋子 这样才能配得上我们月儿宝贝可爱的小脚丫 哇 美人阿姨 月儿 这位美人阿姨是哥哥的妈妈 也是叔叔跟你说过的妈妈 哥哥的妈妈好漂亮啊 对不起宝贝 妈咪来晚了 让我们月宝贝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妈咪 我的乖乖 你真是太可爱了 妈咪好喜欢你啊 举高高了 妈咪是什么呀 我们村里有小猫叫咪咪 妈咪是一种猫猫吗 月宝 妈咪也是妈妈的意思 可不是小猫哟 月宝才不会那么轻易被拐弹呢 叫巴奖叔叔 叫妈美人阿姨 只有叫自己他才有一家人的自嘴叫哥哥 心里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小激动是怎么回事 老板 这位是 阿姨 这是我妈 我妈应该给月宝带了鞋子来 所以这些大什么的东西 我们家月宝暂时用不上了 咋就不要了啊 不是说要买鞋子 让我们送过来的吗 这不是耍人玩吗 怎么就耍着你玩了 翠翠妈你说话咋这么过分呢 刚才我出去的时候 碰着的可是人家胖虎妈 是你自己凑上来的 说家里也有孩子穿的鞋 我说你带来给人家老板看看 你那东西人家看不上眼 我有啥办法 没说 村长嫂子可是啥都没说 就说了月娃子想买双鞋 要是愿意来就都拿着鞋过来 人家看上谁的就要谁的 不就这么着说的吗 再说了 你对月娃子那么坏 说啥也不会买你的鞋啊 你个死婆娘 咋就是我对月娃子坏了 你对她就好了 你不是被地理骂月娃子是个小野种 她妈是个婊子的吗 你说什么 给月宝道歉 阿姨 婊子是什么呀 婊子认识我妈妈吗 真是太可恶了 真是以己之心 大婶们 我们太太的意思是说 自己是个蠢猪 看别人也是只蠢猪 自己是个贱人 看别人都非常贱 听懂了吗 还有你大婶 我们小少爷让你给月娃小姐道歉 是听不懂吗 对 对不起 下次再听到任何人在月宝面前说这样的话 可就不是道歉能解决的了 月娃领养手续终于办好了 那三间房也落在了月娃名下 无意间竟发现月娃爸的赔偿金130万变成了3万 月娃这么乖巧可爱 妈妈一定是个美丽善良的人 不要听那些坏婶婶胡说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美人阿姨 大婶说的婊子是骂人的话吗 婊不是看时间的吗 婊子怎么就是骂人的了 对 是很难听的骂人话 月娃 这个地方不适合你生活 跟阿姨回家吧 阿姨送你去上最好的幼儿园 那里很多小朋友都会喜欢月娃 愿意跟月娃做朋友一起玩 美人阿姨 会有小朋友喜欢我吗 可是翠翠 婶家 他们都不喜欢我 不跟我玩 因为月娃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小姑娘 就应该跟有礼貌讲卫生的小朋友在一起玩 原来是这样啊 哥哥说月娃不是扫把星是小福星 那以后月娃也要跟小福星在一起玩才对 当然了 月娃是我们家哥哥的小福星 在家里 阿赞对表兄弟姐妹像陌生人一样冷淡 可是竟然会为了月娃出头 也许这个小可爱 真的会让婚家变得不再冷清了呢 月宝宝 跟阿姨回家 当阿姨家的小公主好吗 好呀好呀 中午的时候 风家的律师从县里带着相关工作人员 跟县长一起过来 风先生 您能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真是让我们这儿蓬毙生辉呀 昨天也是县里有些事情给耽搁了 我这着急过来也没办法 我作为一县执掌 不管啥事都得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呀 这话说的还能再假点吗 看那一身的油腻样子 这是吃的多有油水呀 都冒油了 孙县长既然这么忙 咱们就把事情赶紧处理一下吧 这第一件事就是审猎式的事情 沈猎式 孙县长想不起来了没关系 以后可以慢慢想 可现在沈猎式留下的这唯一的血脉 在沈家饱受虐待 我要收养这个孩子 还请孙县长帮忙把手续给办理一下吧 这个手续办完了 学校的事情我会马上安排的 这学校要是办起来了 就可以向上头申请各种批款了 到时候谁家的姑娘想当老师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这可真是财色减收啊 风先生 原来是想收养个孩子 这个事好办 在村长的见证下 有效的领养手续马上就办好 而且沈良的那三间房也要过来 落在月儿的名下 风先生 手续办好了 关于学校的事情 我们是这么想的 咱们这个村的孩子也不多 要是盖的话 还是把孩子们集中一下 在县城里盖学校吧 把狮子力量都集合到一起 安排教师宿舍 学生宿舍 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把回家路上的时间 节省下来学习了 您看怎么样 孙县长 学校的事情不着急 当初沈猎式殉职之后 上面给了一笔补偿金 大概得有一百三十多万 这笔钱呢 都被沈猎式的母亲拿走了 风老板 你说 说啥 多少钱 一百多少万 一百三十万啊 怎么了 不 这不可能 咋可能那么多钱 当年老沈家 为了那三万块钱的补偿金 可是争得头破血流的 美人阿姨 一百三十万是多少啊 我的手指不够用了 月宝 咱们不听这些了 跟阿姨去试衣服 阿姨可是给月宝包 买了好多漂亮的新裙子 和小皮鞋呢 真的吗 好呀好呀 怎么不可能 这钱是经过层层审批批下来的 这笔钱说起来赔偿的并不多 只不过按着这边的生活水平 确实很高 但是再高 也抵不过一个年轻的生命啊 县长 当初可是您拿着这笔钱来的 是三万块没错呀 咋疯老板 说是一百三十万呢 这也差得太多了吧 这 疯老板 您不知道这其中的事情 您大概是记错了吗 县长 你当初拿来的补偿金 就是三万块钱 一百三十万变成了三万 你这不是坑人吗 死人的钱 你也闷着 你就不怕二娘子死不瞑目 半夜里来找你啊 沈老太太因为赔偿款太少 无赖他们两口子吞了钱的话可没少说 如今真相大白 村长媳妇马上跑出去喊人去了 县长 二娘子到底赔偿了多少钱 你今天当着我们村里的人 把话说清楚 嫂子 二娘子的赔偿金不是三万吗 咋回事啊 不是三万 那是多少 我就说死个人也太便宜了 跟头盛头试得不值钱啊 是啊县长 我们二哥家的赔偿金到底是咋回事 你给说清楚了 村长家院子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吵吵起来 美人阿姨给月儿换新衣服的过程中 发现月儿满身伤痕 哥哥得知后要住下来 给自家的小公主撑腰 把受过的委屈统统统找回来 真是太过分了 妈 怎么了 刚才我给月儿换衣服 她身上新旧交错的伤痕 真是触目惊心了 这样的伤痕 一定是用棍子之类的东西 用力地打上去留下的 月宝 是你大伯母 还是你奶奶 美人阿姨 哥哥 月儿已经不疼了 你们都不要生气呀 妈 我想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就住在月儿家的旁边 你让人安排吧 住在这里做什么 你不上学了 把家庭教师都请过来 月宝 估计一个大字 也不认识 突然去幼儿园也不会适应 让他跟我在这里先学习两个月 儿子 你想干什么 给咱们家的小公主撑腰 把说过的委屈 统统找回来 哥哥 美人阿姨 你们在说啥 我怎么听不懂啊 哥哥说 要让咱们小月宝 成为这个村里人人羡慕的小公主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要让沈家 翠翠他们都眼红我吗 对 月儿说的对 就是让那些孩子都眼红你 儿子 快去带着妹妹 围着村里逛一圈吧 你也顺便看看 想要住在哪里 妈马上安排人 把房子盖起来 好的妈 村长家院子里已经没人了 刚才吵架的那些人 都去了村大队场 小月儿跟哥哥一出来 就把孩子们的视线给吸引 那个小丫头是谁啊 为啥穿的裙子那么好看 哎呀 胖虎 你傻呀 那不是沈月吗 咋会是沈月啊 这小丫头白得跟馒头似的 怎么会是沈月那个又臭又脏的娃 胖虎子 你才又臭又脏呢 我洗澡了 讲卫生当然干净了 呀 真的是沈月啊 月儿表妹 你要去干啥 我要带哥哥在村里逛逛 哥哥要盖新房子 哥哥 真的吗 你要在我们村住下吗 别乱叫 谁是你哥哥 嗯 哥哥说要在这里陪着我学习 哇 你哥哥真好 你身上的裙子也是你的新妈妈给你买的嘛 可真好看 月宝快走吧 哥哥带你去你爸的房子看看好不好 真的吗 哥哥 好呀好呀 兄妹俩正往前走着 又前方一辆拖拉机上坐了一群人正往这边开滚 那个小子不是那个傻小少爷吗 领着的丫头是谁啊 穿的还怪好看的呢 管他是谁呢 咱们得赶紧要钱去才是正经事 丧良心黑了心肝的小给犊子 坑了我儿子拿命换来的赔偿金 我家二两子的钱是咋回事 孙县长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太婆不好惹 熟旧的眼神看向村长 当初就是这位孙县长带着三万块钱来的 这钱他给了我三万 我就原封不动的给了您老 要不是封老板说了这个事 谁知道这是咋回事 可不是 要不然到死都不知道二两子被赔了这么多钱 是啊县长 您说说这是咋回事 村大队不理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吵的不可开交 龚总 沈烈士剩余的抚须金已经拿到了 其中一百一十万都给月儿小姐 买了商业医疗保险跟教育基金 另外十七万给沈老太太 买了养老保险跟医疗保险 老公 你这么安排很不错呢 这事情解决了 你刚才也听到了 儿子说要住下来 让王秘书安排盖房子吧 好的 小张再留下就差不多了吧 你觉得呢 嗯 这些人手足够了 到时候再有老师们 跟我就可以了 微微 你得跟我回去 这晚上没有你 我根本没办法睡觉 讨厌 只留下两个孩子 我可不放心 没什么不放心的 咱们要在这里建学校建工厂 村民们对咱们欢迎还来不及呢 而且你发现了吗 你儿子跟月儿在一起的时候 他身上那些温柔细胞 正在一点点的被激发出来 你说这倒是真的 咱儿子哪有为风家的弟弟们说过一句话 这见了月儿之后 我才发现 咱儿子不是真的冷血动物啊 我看保姆也别派来了 只留下小张 保护他们俩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让儿子更细致 更全面的照顾妹妹吗 对 阿赞这些年 过着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还各种不满不高兴 月儿就是老天派来收拾这小子的 专门治他这些上业病 你啊 真是专业坑儿子的妈 谁让我是你男人呢 我也只能在后面跟随你的脚步 完成坑儿子大业了 好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哥哥给小月儿撑腰 让小伙伴们全都掩红月儿 回村长家后 竟意外得知说好的房子没了 不料搬运行李到月儿家时 竟碰到二赖子在偷东西 哥哥 要不你别盖房子了 就住在我家吧 不行 这里的没味儿 一时半会儿的可退不去 而且 这里得好好地收拾一番 才能住人 可是 哥哥 你盖房子还要很久吧 很快的 最多七天也就盖好了 哥哥 你说的是我过家家那样的房子吗 风月 你觉得我是在逗你玩吗 哥哥 你叫错了 我叫沈月呀 你是我妹妹了 就要跟我的姓一样 你见谁家的哥哥妹妹 还是两个姓的 好吧 可是盖房子要好多人 很多天才能盖好的呀 哥哥以为我小就不懂吗 我啥都知道呢 你没见识过 基建狂魔有多厉害 当然不知道了 我说 七天是算上了把房子 运来这里的时间 只要把房子运过来 一天就能进去住了 啥是基建狂魔呀 是一种妖怪吗 不 不是 只是对建造业的一种形容 形容他们工作效率高 你看完了吗 看完了咱们该走了 看完了哥哥 咱们走吧 月儿和哥哥从家里出来 碰巧遇见了沈家 沈月 谁给你买的新裙子啊 我美人妈妈给我买的 你美人妈妈是谁啊 她为啥会给你买新裙子 美人妈妈是哥哥的妈妈 现在也是我的妈妈了 你以后再也别想欺负我了 哥哥 我们回去找爸爸妈妈吧 月宝 哥哥抱着你回去好不好 哥哥 你为啥要抱着我走啊 哥哥要让他们都眼红你 月儿被哥哥抱着回到了村长家 村长家只剩下了四季小张 张叔叔 我爸妈呢 小少爷 风先生跟夫人带着保镖回济世了 而且带走了王秘书 跟所有的保镖 是公司有急事 还是家里有急事 都没有 就是把咱们扔在这里了 风先生说 以后让咱们几个在这乡下好好过日子 把月儿小姐照顾好 这是我爸的安排吗 我妈也同意了 是呢 小少爷 还有您要的房子也没有了 风总的意思是让咱们住到月儿家的老房子那里 什么 算了 他们不在也好 省得指手画脚 说这说那的 那么烦 这个时候 村长媳妇回来了 小少爷 我们两口子今天不在家里 这天杀的县长贪了月儿他爸的好多钱 现在让他拿他拿不出来 沈家老太太跟我们家那口子不依不饶起来了 现在大家都得去县里解决这个事 好的 沈子您去忙吧 嗯 有啥事情需要帮忙的 你直接找乡亲们就行 我就先走了 小少爷 咱们先把东西给搬去月儿小姐的家吧 东西都在哪里呢 外面车上的 那直接开车过去不就行了 还费劲搬做什么 小少爷 风先生给咱们留下的新车 我不会开呀 您跟我去看看吧 还有张叔叔 你不会开的车吗 走吧去看看 跟着小张出来的少年并没有看到什么车 不过倒是前面停着一台拖拉机 上面放着一堆行李包 张叔叔 车呢 那不就是吗 风先生都不如给我留下一辆自行车 这拖拉机我是真不会开呀 那就慢慢学吧 总能学会的 你先把房子里外的杂草都清楚了 再找村民问问 哪里有卖锁的 去买两把好锁 顺便买些清洁房子的工具吧 我回去照顾院了 好的小少爷 我这就去 哥哥咱们又要过家家了 哪里过家家了 今天哥哥可没空跟你做游戏 有呀 过家家就是打扫 做饭 不过我不会做真饭 只会用泥巴做饭 我还会用泥巴做蛋糕呢 哥哥你会做饭吗 没做过 不过对我来说并不难 月儿走吧 跟哥哥去外面 看看爸妈咱们留下的东西都用什么 月儿跟哥哥刚走到院门口 就有人走过来了 看着堆在拖拉机上的一个个大包 就想趁着没人拉到家里去 哥哥 砸死这个偷东西的贼 小嫂把兴 怎么哪都有你啊 还敢管老子的闲事 看老子不捏死你的 正在这时 司机小张跟村民跑了回来 嘴巴这么不干净 是不是要给你用大份洗衣洗啊 我们小少爷 是你能随便骂的吗 找死呢是不是 你个改死的二赖子 这封甲老板跟小少爷一甲人 可是咱们村里的大人 你这样对待大人 咱们可是都不会放过你的 对 不能放过他 把他绑到大队去 封甲小少爷钥匙出了一点闪失 封老板不给孩子们进学校了咋办 村民们一起把二赖子 带去了村大队的院